八支队伍第三个其实也是啊 那么就是每个小组的第一呢上升到升级 然后前面那个组别呢会有一支队伍降级 所以这个苏迪曼杯的进程还是非常的艰辛 很难打的 好了那么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 也希望观众朋友继续给我们发短信 您是全国的手机用户都可以这个编辑短信T 发送到106699996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每次的比赛转播呢 都有微信观众将获得361集团的提供的这个 羽毛球大礼包和第五频道的精美杂志 好了接下来呢这个中华台北队呢 已经取得了比分上2比1的领先 下面呢在这个男子双打的比赛里 是不是法国队有机会扳回一城呢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比赛的录像转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播 现在我们继续来欣赏2009年苏迪曼 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 第二级别A组中华台北和法国队的小组赛 第四场男双的比赛 在前面进行了三场的比赛当中 中华台北队大比分是2比1领先 中华台北队的男双组合是方建民李胜木 法国队的男双组合是格雷姆和格罗斯绕 一开局 法国队连得2分 中华台北队的这队男双组合 方建民和李胜木也有过非常不错的战绩 他们曾经代表球队参加2009年超级系列赛 韩国公开赛 在第二轮苦战三局以21比10 11比21和21比8 战胜过北京奥运会的金牌选手 基多和赛提亚万 打进了八强 这也是两个人的 比赛的最好的记录 正手杀直线出界 法国队队组合当中的卡雷姆 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和队友劳拉扯克尼是配了混双 那么现在又是 这就是卡雷姆 又是在男双当中出场 从混双的比赛来看 他的扣场的进攻和往前的强往的逆势 还都是不错的 技术比较全面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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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平球球 这球是要落在界内 在最后的一瞬间发现自己判断失误 想要把球打过网来不及了 先把球擦网了 8 6 到后场对角 这个球垮过队也是成功的转被动为主动 抓住了一拍 是李生木平球球过往比较高的一拍 机会 杀中路 放网 刚才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巧 往前的点杀 正手杀中路 为往前的队友创造了机会 9 4 10 9 卡列姆刚才在往前的这种反应 还是没有做到位 再往前还是打向球员的这个胸部上方 打追身 10比10平 比分还是非常的紧 你咬的 平球球没有过往 11 10 中华台北队 中华台北队11比10 领先一分进入第一局的局间休息 从 这前半局来看啊 比分 是 比较的平均 也是说明双方的球队的实力 也是比较接近 但是从双打的配合来讲呢 中华台北队的这队组合 方建民和李胜木 明显是配队时间 也是比较长一些 配合更默契 他们在后场和往前的配合 也是更加的完整 而法国队的这队组合 应该说更多的还是一炮 凯雷姆的个人能力 他的个人能力 在这队组合当中 还是显得比较突出一点 接内球 接发球直接 得分 反手的一个挡网下网 凯雷姆的 只要感方法 所以碟 得分 太多了 凯雷姆的 高分 得分 平均 咱他们 这位 正手的平球球出界 头顶的斜线杀球 落点非常的精准 连续两拍 头顶的直线 这个方介明的球拍 刚才两拍杀球之后 拍线是断了 换了一个新拍 一个运气分 方介明刚才对于 这个往前的线路判断非常的准确 捕捉到了这个对方的对角 界外 现在对于双方啊 对于这个后场高点杀球的威胁性 还是比较平 比较平等的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在往前的强往方面呢 中华台北队的两队选手做得更好 在往前的一些机会 以及为自己的队友来创造机会方面 做得更好一些 17比16 法国队领先一分 正手中路 上球 直接得分 18 17 方介明和陈文新 方介明和李胜木这对男双呢 在上一场 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 也是取得了一场胜利 在上一场梯 1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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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的杀球连续的进攻 看看往前的同伴表现什么 这球是最后终于为往前的同伴格罗斯让 创造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机会球 正手批杀到凯雷姆和格罗斯让的结合部 两个人配合出现了不默契 我们看凯雷姆他的往前的意识确实很好 经常他人可能是不在往前 但是呢他的预判非常的提前 所以从后场是直接赶上来 这个赶到这个往前的点也来得及 能够直接得分 经常是出现这样的得分 一个漂亮的假动作 21 法国家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接发球非常主动 在往前非常的积极 这个球 与盛墨在往前的积极的表现 22平 好球 给到另一边 这个现场的变化 突然的打给格罗斯让 突然的退一个追身 格罗斯让准备不及 23比21 中华台北队的局点 23比22 发球 这是一个接发球的踏往 我可以祝福的点 但不是向他们 谢谢 打过队一个运气球 打过队一个运气球 打过队这两排防得很好 这个球相当的精彩 中华台北队组合 同样还是在从接发球开始 在往前的抢往非常的积极 连续通过往前来控制对方 但是法务队防的同样也是非常的精彩 一个直线掉球的下网 出现了一个 最后是一个无畏失误的送分 非常遗憾地送掉了第一局 这样中华台北队 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 看卡雷姆的表情是显得非常的遗憾 第一局的比分25比23 相近的比分也体现了双方非常接近的实力水平 但是比赛打到最后几分呢 中华台北队突然的增加了在往前的控制 尤其是李圣木 在往前大范围的覆盖 像一张网一样啊 把往前的这个区域给罩住 对もう一样的问题 Io或者说 你给了天啊 我今天都来看下这个事情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可是自己的东西 我是确认 我还是用一个脑子这些东西 的东西 我还是爱你 在你们这些东西 的东西 对 你这些东西 都是农石 这些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为球会出界 判断失误了 球是界内 双脚起跳的正手杀斜线出界了 反手推一拍直线 4比0一个第二局不错的开局 这是平球球的下网 5比0 对土耳其的托马斯坦地主 安东尼布马贝雷 对土耳其的梅特梅特 图拉尔 阿里坎亚 裁判 刘刚 花球裁判 黄文鑫 反手摇到底脚又出界 法国队两名队员 第二局一上来 还没有能够进入状态 感觉上还没有从第一局比赛的失利中走出来 连续的杀球 改掉球 再杀 好 没有出界 法国队终于拿到了一分 一个发球下网 第二局一开始 法国队连续的失误送分 尤其是这个卡维姆 看来作为这对双打的核心 他现在的心态也是很着急 希望通过自己的进攻 来 让这个比赛尽快有所突破 但是现在来看 形势反而是适得其反 他有一点 打过的有一点兵败如山倒的感觉 一下有一种溃败的感觉 第二局一上来 被打了一个十比 十一比一 其实从技术水平 双方的能力来讲呢 相差并不多 第一局的比分打得也很接近 但是第一局的最后一分啊 也是卡雷姆是一个主动失误 送分送掉了第一局 感到非常的遗憾 这样第二局的心态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呢 也是 在比赛当中的 这种心态的锻炼 和经验的积累的一个问题 中华台北队组合乘胜追击 加快了节奏 比较多的把球 打给卡雷姆的这一方 因为他现在的失误是比较多 虽然是快 但是不能是 憋着一股狠劲 来打一个比较自然放松的 自然反应 来去反应这个球 这样做到快 否则很容易出现失误 13比3 一个漂亮的假动作 挑起来 杀中路得分 投顶高球 这个点非常的靠后 给卡雷姆一个半场机会 中华台北队的选手 还是应该注意 不要 刚才有几季挑高球 也是在对方进攻 失误比较多的情况下 有一点给你打的这个意思 但是呢 刚才有两个机会 给的有点太好了 让对方打成之后呢 现在是 留一点打顺了 非常漂亮的 投顶杀直线的动作 18比5 5号场地下一场进行的是 18比5 由英格兰队的 由苏格兰队的 吉马赫国 爱马菲森 对澳大利亚队的 19比5 中尼亚田中 坑克史密斯 乌尔逊 法国队可以说是 大势已去 20比5 台北队拿到赛点 同时也为 中华台北队 本场比赛 拿到赛点 最后的法国队 格洛斯让一拍 这个 博命式的 投顶斜线的出界 法国队的男双 也失利了 这样中华台北队 在前四场比赛当中 以3比1 在本组本场 小组赛当中 战胜了法国队 他们取胜的场次 分别是 混双 男单 和男双 在刚才这场 这个法国队 和中华台北队 男双比赛当中 第一局 这个法国队的选手 还是拼得非常凶 但是第二局 很显然 他们没有抓住 刚开局的这个优势 刚开局的这个节奏 很快的 让中华台北队 就是以直落两局的比分 再次取胜 那么事实上 在整个的两队的 交手过程当中 最终中华台北队 是以4比1的比分 结束了战斗 获得了又一场 小组赛的胜利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 这个苏碑历史当中的 这个精彩一刻 那么同时 今天我们将要看到的是 从1999年到2001年 这两届苏碑当中 中国队的精彩表现 第六届苏丁曼杯赛 于1999年5月 再次来到丹麦 哥本哈根 中国队的目标 是在童话王国 实现三连贯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